蜡新聞152 152 蜡新聞 歡迎你收看今天1月30號的蜡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宇寇 雖然在疫情的傳染期間 大家精神都很緊繃 不過我們節目經過了新春的假期 仍然要回來跟觀眾朋友 祝福你有吉祥圓滿的一年 也讓我們大家在共同的團結 跟同領心的努力之下 讓武漢肺炎的恐懼能夠逐漸消去 今天當然我們要從武漢肺炎 這個瘟疫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臺灣的防疫的情況 以及未來的發展 來進行我們的節目的討論 同時它所引發的一些政治議題 包括了美國日本都公開的挺 臺灣要加入WHO 這個背後的因素是什麼樣的議題 所造成的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不分區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林靖怡 她是一時出聲要告訴我們 這個深入的話題 此外 口罩的風波究竟它是一種政治上的討論呢 還是個別人士為了私心己用而形成的形象上的自我傷害呢 王定委員今天要告訴我們 到底臺灣有沒有可以出口的口罩 同時呢最重要的是武漢肺炎 我們要怎麼樣繼續的 大家一起在政府的努力之下呢 一起來防疫 我們今天也請到了小兒科的醫師專家 李冰醫師呢 為我們來做深入的探討 首先就為各位介紹新春的 恢復我們節目的第一集的來賓囉 第一位是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王定宇 蔻姐 大家好 好 謝謝你 繼續為各位介紹的就是民進黨的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她是林靖怡 她也是醫生 大家好 新年恭喜 謝謝資深媒體人邱敏玉 大家好 好 歡迎你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時代力量的主席 徐永明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謝謝 國民黨她是發言人 國民黨現在正在歷經一場作戰 跟防疫差不了多少大的話題 好 黃子哲 各位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就是 臺大的小兒科醫生林靖怡 李醫師 大家好 好 謝謝你 來 我們來看 武漢肺炎從1月23號開始封城 而臺灣展開了防疫大作戰 到現在為止 我們有8個確診的病例 而接下來全臺灣的民眾如何來自保 如何跟全世界一起來對抗這個病症 一早醫院外不少人趕來看診 民眾統統戴上口罩 站門口排隊量體溫 好 武漢肺炎全球確診病例持續攀升 到30號上午為止 人數已經飆升到7816例 170人死亡 確診的數字在短短30天內 已經超過了2003年SARS的確診病例 一個新興的病毒它會不會造成很大規模的傳染 有兩個決定因素 一個是會不會有效的人傳染 第二個因素是它輕症多不多 理論上來講就是一個新興疾病 它的輕症越多的話 它越不容易掌控 然後疫情擴散的速度會比較快 像2003年SARS的時候 因為它的輕症非常少 幾乎都是重症 所以我們也很容易掌控病人加以隔離 然後這個疫情就不至於擴散 我們現在看起來武漢肺炎的那個 死亡率是應該是遠低於SARS 那死亡率就是差不多10%左右 武漢肺炎的確定病例死亡率 在2到4%之間 醫師認為這次武漢肺炎的輕症病例多 但許多無症狀的代言者也可能傳染給別人 比較武漢肺炎和SARS 當年中國從2002年的年底 開始出現首例SARS病例 隔年2月疫情向外擴大 5月趨緩 7月份世界衛生組織才把台灣從疫區除名 而這回武漢肺炎疫情還不到高峰期 確診病例卻突破當年的SARS 台灣經過了2003年的SARS的大型危機之後 其實我們的這個醫護、政界 跟一般的民眾的警覺心是很高的 所以今天恢復上班 大家會看到在大眾結局系統裡面 密閉空間裡、辦公室裡 幾乎人人都是戴著口罩 那這個SARS當年呢 形成了我們的醫護人員的犧牲 被大家的記憶是十分震撼的 到底它跟現在的武漢肺炎有什麼不一樣了 那我們剛剛在這個影片裡面也看到了 李斌尹醫師告訴我們他中間的不同啊 那目前呢 世衛專家暫時估計武漢肺炎的自死率是2% 但是SARS是10% 那顯然他的死亡率沒有那麼高 可是呢他的傳染的途徑跟潛伏期 以及這個疫情的發生呢 是有什麼樣的差別 最重要的是 據說要請教這個李醫師的就是 得到武漢肺炎的人 他可能已經得病了 但是他沒有症狀 他也可以到各個空 這個公眾空間去導致傳染 那SARS不是 SARS你只要得到了這個病 可能很快就這個病發 那李醫師你幫我們再解釋一下 以臺灣現在八個這個確診病例來看 這個目前的防疫狀況如何 我們的一般民眾要怎麼來應對呢 對 對一個新興的病毒來講 我們最要注意兩件事 是 第一個 他會不會很有效的人傳染 SARS還有這個武漢肺炎 都已經符合這個條件 他很明顯的就是 那個飛沫傳染是可以的 他就是有效的人傳染 第二個是我們有沒有能力 把他限制在部分地區 然後讓他不要擴散開來 然後讓我們有時間 去發展疫苗或者是藥物 對 那這個是很關鍵 很關鍵的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辨識 所有被病毒感染的病人 然後把他隔離起來 你必須要能夠辨識病人 你才能夠把他圍堵 在一個固定的空間 那SARS就很容易 因為剛剛說SARS很嚴重啊 死亡率很高啊 幾乎所有的病人都有肺炎 都會呼吸困難 看到呼吸困難 就是把他隔離起來 就沒事啦 就外面很少會有輕症的病 還是有 但是非常少非常少 可以說可能收聽不到百分之一 才是怎麼樣 武漢肺炎不一樣啊 因為那個他的死亡率比較低 那現在有陸陸續續 各國都有報告 報告出來 就是說他是接觸到不是重症的病人 不是肺炎的病人 或甚至有人就報告說 接觸到的人是來自武漢 但是他沒有生病的 沒有病毒 他是無症狀的代言者 這種情形 他還會得到感染 表示說這個這個病毒呢 輕症比例比SARS要高很多 輕症比例高很多的話 就是說死亡率當然就會低了 但是相對的我們要控制 他是非常困難的 他傳染更容易 對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辨識病人 就輕症病人 你就誇張咳嗽 我怎麼知道你 你是 是不是武漢肺炎 如果是說武漢肺炎 全部的人都會呼吸困難 都會肺炎 那我們就很容易去辨識 他就隔離了 現在就是很多輕症的病人 在外面爬爬罩 所以他能不能有效的控制 就是要很嚴格的檢疫措施 那很嚴格的檢疫措施要要作效的話 就是疫情必須透明化 你必須知道說 你這個地區 到底有沒有社區感染 有社區感染的地方禁止旅遊 我們叫社區感染 就是說 你好像沒有去武漢旅遊 也也沒有那個接觸 任何從武漢來的人 你的家庭也都沒有生病 奇怪了 我到我坐個公車就生病了 這個叫做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這表示說你這個病毒 已經在你這個地區 大部分擴散開來了 你已經沒有辦法去控制他了 所有的人都可能帶了病毒 所以這種地區必須禁止旅遊 那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知道說 湖北整個湖北 大概都是有社區感染 對 所以他封城 我們對他也加強檢疫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居家隔離的措施 問題是其他地方有沒有 其他地方 這個是現在疫情控制 最關鍵的問題 大陸其他省市有沒有 有沒有不明 這個傳染源不明的那個社區感染發生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要擴大我們疫區的定義 擴大我們的檢疫對象 加強我們的環境措施 甚至會要限制更強烈的去限制 所謂疫區的理由 那所以這個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到目前為止 現在看起來全中國都已經是有確診病例 那你怎麼樣看 確診病例 我們並不認 我們沒有資料顯示說 中國其他地方都是社區感染 我們現在確定是湖北社區感染 其他地方 他們說大部分都是有武漢旅遊 可是有沒有三個四個病人 他們沒有到 他們只是到上海的超級市場去買個東西 都得到感染 這個就危險 有這種病人的話就危險 表示說這個地方就是有社區感染 現在中國方面 所釋出的資訊夠透明化嗎 夠完整嗎 就是不夠完整 我們看到就是片面的資訊 而且我們又沒有辦法直接跟跟他們溝通 我們也沒有辦法跟其他那個國家直接溝通 因為其他國家有到中國去 然後去得到感染的人 應該要很清楚的描述說 他到底有沒有跟武漢相關的人接觸 該地你得到感染的那個來源 他是不是有社區感染 這個對全世界的防疫都很重要 是 世界衛生組織 並沒有做這件事 他只是在 還在開會討論說 這個是不是緊急公衛事件 所以這一次那個世界衛生組織 WHO其實他們是蠻失職的 到現在為止 而且還護航中國 是這樣的吧 他們是落期 我相信他們以後一定會被批評 他們上次伊波拉疫情 就已經被批評了 反應太慢 他這次又反應太慢 而且這一次他幾乎就是完全失去專業 應該有的精神嘛 對不對 所以剛剛李醫師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臺灣到目前為止 巴黎確診 都是跟武漢這個是有關的 那是直接關係嘛 那我們現在目前狀況 防疫的情形如何 那未來的關鍵堂的時間點 或是關鍵的動作 包括哪些呢 我們現在做得很好 我必須說 我們我們的那個疾病管制服 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在我們一天 我過年期間 一天到晚被抓去開废 就是有任何的疫情變化 我們就要去改變 我們的檢疫措施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可以說 臺灣是沒有不明傳染源的社區感染的餘力 目前是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我們所擔憂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醫療應變能力 跟我們的那個臨床檢驗的能量 畢竟有限 萬一說臺山區 有那個臺灣跟大陸兩岸之間 還持續的晚來 然後有些地區 他已經有社區感染 但是不跟我們講 然後引入臺灣的機會是有的 這個是我們臺灣最大的影響 就是說我們目前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要注意疫情的趨勢 萬一大陸有什麼風天傳 都表示他有社區感染 說我們馬上要提高 我們防疫的等級 這個是關鍵 如果我們能夠做得好 如果大陸的資訊能夠透明 我們能夠很即時的去辨識說 大陸哪些地區 的確是有社區感染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能可以有效地把這個疫情 圍堵一直圍堵在國外 之後呢 我相信幾個月以後 很多國家目前都在發展疫苗 我們要用這個空間換取時間 就是要有時間去發展疫苗 我們把它堵了一陣子以後 如果疫苗發展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更有效的防疫 是 所以武漢肺炎的危機解除 一定要到疫苗 已經發展出來嗎 對不對 就是說這段時間還 雖然有些專家認為說 疫情在一個月以後會趨返 我沒有那麼樂觀 很多人認為已經隔離 這個封城 這個問題是他有很多洩漏的 洩口跑出去的 武漢人民大逃亡 很多地方都可能 已經走了五百萬人 對啊 那到處開發的話 萬一造成哪一個地方社區感染的話 這個是擋不住的 如果你真的是有能力把他擋在湖北的話 我想這個就沒事了 可是我對這個 中國當局困難 我覺得這太困難 好 您剛才的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開始擴大防疫的過程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疾管署 他們進了非常大的努力 然後我們的醫護專業人員 其實透過SARS的經驗 我們也有這個相當程度的設備 跟醫護人員的這個警覺性 在我們春節的時間 他每一次在加班討論 怎麼去防疫 怎麼加強管治措施 有醫師病況要換什麼病房 要做 我們要不要給他 要很多這樣的事情 做得非常完善跟密切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 剛才這個李醫師告訴我們 是我們的資訊不能夠 我們不能直接跟中國當局 來交換意見嗎 在春節之前 我們不是有曾經派專家 到武漢去過嗎 那個是1月12號 不過我要講就是說 台灣的專家 或者醫療能力是夠的 可是我們要有充分的資訊 否則我們做出來判斷會失準 連死亡率或者確診之後 治癒率多少 你沒有真實的data 那個計算上會有危險 那現在台灣現在的防疫動作 快 全面 那個連韓國 日本都額樂 但是我們還是有隱憂 比方說WHO 他在開這個緊急會議的時候 幫我們排除在外 我們有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拿到最新的 那現在的世界衛生組織 對中共微微懦弱 他根本不敢要求他做防疫的 最基本紮實的工作 也就是WHA從中共那邊拿到的資料 回過頭誇獎他做得很好 然後這個資料真實性 沒有辦法去做確認的時候 但你醫師說那叫弱姬 那個傷天害理 那個真是傷害人命的事情 弱姬 所以我舉一些例子 就這次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們是怎麼去應變的 現在第一難就是中國數據的真實性 比方說他現在說7600個確診 可是離他最近的香港大學 他裡面的醫學院 是世衛組織委託的單位 他推估出來的模型 應該要有四萬 大概是四萬三千五百九十個 他有上下一個區間 可是他只用這樣推的 因為連在武漢當地 BBC進去財產發現 沒有確診適合你知道嗎 他說我沒辦法確定 你就回家自我隔離 也就是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確診為 這一個叫做coronavirus 這種武漢肺炎 不確定就你回家 然後有一些到底是不是不知道 就先讓他住院 數據的真實性無法確認的時候 你現在所有的討論跟應變的基礎 是不存在的 第二個你封城是到1月23 我們找到一個最早的報告 是12月31號 12月31號那時候打報告的 跟揭露的人還被中共抓去法辦 那個時候叫做 12月31號呢 武漢的衛生單位 從12月30號晚上開始打一份報告 那個單位叫做武漢市 衛生健康委員會 打了兩份紅頭文件 我們一般對中共的紅頭文件 就是極機密 兩個紅頭文件說 12月31號 已經有27個確診病例 那也就是在12月底之前就有了 至少往前推14天 這個東西被蓋住 而且1月1號他們用整修的理由 去整修那個華南海鮮市場 他們不承認有這一個疑似肺炎 人傳人 然後到1月5號 新加坡有一個3歲的中國小孩 確診 香港也發生好幾例 新加坡的這個 醫院裡面一個醫生 說他覺得是人傳人 1月5號 新加坡的醫院懷疑人傳人 1月6號武漢的衛生單位說 沒有 沒有人傳人的病例 一直到1月10號中南山 說有人傳人 才開始數字 才開始拿出來 而那個數字其實都在 從1月10號以前往前推 那個數據 到底怎麼拿到的也是有問題 然後到1月20號 1月10號到1月20號之間 因為最大的老大習近平態度不明顯 所以沒有病例耶 你知道1月10號到1月20號 中國的衛生單位是沒有病例 然後1月23號突然間封城 那個封城沒有配套 沒有提供必要的資源 沒有給人民的資訊 然後跑出去的也沒辦法 那跑掉了500萬人 沒有跑的 如果你讓他做大眾運輸 你王某某 你現在發病了 你做哪一條鐵路 中間經過多少人 我可以一直溯源嗎 這偷跑的500萬 到底跑到哪裡去 你又不知道 他在哪個社區 導致傳染 那個地方人以為是感冒 結果是這個病的時候 現在都沒有這數據 所以這是第二個數據的荒謬 所以1月10號到1月20號 官僚體系 以及中國的文化 這個東西蓋著是沒有 到1月23號封城的時候 你去看中國公布的數據是 武漢有 武漢周邊的縣審視沒有 所以他們還開玩笑說 這個病毒愛國 只出國 只去讓加拿大有 讓台灣有 讓香港有 讓新加坡有 武漢或者湖北省周邊省份沒有 這已經違反基本常識邏輯 不太可能 結果一個禮拜 全中國都有 後來一個禮拜 一個全中國都有 確診病例7600例 到目前為止 到底死亡率 根據他提供的數據計算 這個模式到底對不對 然後 這個還沒有發燒之前 到底有沒有傳染力 如果有 連當事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這個狀況 那我們就只能說你從哪裡出來我就封住你 可是他跑到別的縣市 跑到了俄羅斯你也不知道 俄羅斯今天關閉邊境 不准中國車輛過去 英國宣布停飛所有班機到中國 美國開始減量 你現在封的時候已經跑出來的無法計算 然後現在另外一個比較恐怖就是說 政治跟干預防疫的專業人士 有一張相片 大家現在網路上都在傳 來勘察的官員大官都帶N95 第一線防疫的人都戴一般口罩 這叫荒謬 再來 好吧那武漢的人一直哀笑說 醫生不能休息 崩潰大吼大叫 走廊上有看白布的屍體 那個針腳我們不知道 可是他們第一批配送給他的防護衣跟口罩 假的 你說派給第一線去治病的醫療人員 那個防護衣一扯就破洞 口罩是假的 口罩沒有防病毒的能力 這是開哪一國的玩笑 所以整個資源的配送 整個不知的狀況 從隱匿疫情 讓中國人覺得說 沒有啦 那你就照樣歌舞升平 照樣出路也不用戴口罩 倒變成什麼 隱匿疫情現在反過來變成莫名的恐懼 拿著關刀拿著棍子拿著掃把 你湖北的打出去 對 那只有湖北南壁嗎 那個跟湖北人一起坐飛機的上海人 都不准湖北人登機呀 在日本 就是不准他登機 然後到那個飯店一聽到你是湖北人 不准租飯店 Check out你給我出去 全部被趕走 然後也有 武漢的人國外要回去 海關不讓他靜觀 本國人民不讓他靜觀 也就從隱匿疫情導致擴散 到隱匿疫情導致公民社會信任破產 到最後變成智利救濟 整個變成土法煉鋼 用怪手把自己 指向湖北的路挖斷 不要讓他車過來 這個都沒有效 但這個都顯示 這個管理體系出了問題 所以 中共用政治來干預 干預防疫 對內造成中國大的問題 對外 台灣到今天 WHO的緊急會議 還把我們排除在外 國際民航組織 ICL的叫做民航防疫圈 把我們排除在外 我們光桃園機場 一年有4650萬人次的旅客 我還沒有加松山 加清泉鋼 加小港 一年五六千萬的旅客在這裡 你把我排除在防疫圈外 你把這個洞留在那裡 你是要害別人還是要害台灣 這是全球危機不是台灣危機 再來台灣 除了要得到資訊的同步以外 台灣的醫生是實際上 公認品質優秀的醫生 我們可以協助 我們可以協助 提供很多的幫助 現在用因為政治力把我們排除 然後呢 我們只好自己想辦法 跟世界主流國家做第一線的 直接的聯繫 盡量守住 到目前這八個病例把它 hold住 然後該管控的管控 所以我只能說台灣政府 面對中共政治干預 已經盡了最大力量在防疫 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口罩 竟然還有那種不合格的拿出來亂賣 烘台價格 行政院馬上處理 全國台灣製造的口罩 一天征用四百萬付 統一價格 配銷下去 減低搶口罩的憂慮感 因為我們是口罩不足國 我們其實不是口罩外銷 我們還從中國進口百分之九十 所以如果知道口罩禁止出口 根本影響不了中國的人 自己要檢討 台灣現在真正需要的是 或者真正的講法是 世界現在真正需要的是 透明的資訊 真正實實的把疫情揭露出來之後 也老老實實的接受地球村的社會 大家一起來幫忙 我們不是不幫忙 你這樣扛的 醫生 醫生這樣有染病醫生過世的 然後那個防疫亂到 中國 今天有個消息說有一個人 他的孩子一個自閉症 一個是腦性癱瘓的 他帶著孩子回鄉 發現感冒發燒 先瘋起來再講 先把他隔離五天 就他另外一個腦性癱瘓的兒子呢 在家裡面 就沒人照顧 沒人為他喝水吃飯 死了 那現在當地的衛生單位 承認那個孩子死了 不承認說沒有人照顧 這是什麼邏輯 所以他現在中國就亂成一團 主要是緣故 因是因為他不敢公開 透明化他的資訊 還有他的體制上面 恐怕也有一些防疫上的 那還要擔政治爭 這個問題 現在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年假本來已經結束 現在往後延到二月十號 延到二月九號 延到三十一號 中國曾經號稱世界工廠 這些工廠都有 春節後的訂單要履約 你現在禁止他人不能動 工廠不能開工 履約被罰的錢 你這些不管台商 英商日商 中國商要自己吸收 硬去開工 從各省份回來的工 又開始擴散 你是要經濟還是防疫 他也沒有一套做法 也沒有一套的補償措施 所以中美貿易戰 已經讓他的工廠往外流 現在這一波 開工日遙遙無期 也有硬開工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中共的防疫 為了服務這個獨裁體制 我覺得全世界 可能要付出很重的代價 亂成一團的情況之下 那台灣怎麼樣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自救 那台灣有個非常好的醫療系統 這也就是為什麼 美國跟日本 特別是日本首相安倍 今天早上 在他們的內部的這個會議當中 公開的向這個全世界 跟中國喊話 應該讓台灣加入WHO 而這個美國當局也是如此 更可惡 而且可怕的是 中國當局他對於武漢的居留在當地的台灣人 不管是台商或是台商的家人 或是這個當現在仍然在滯留在那裡的台灣人 居然來一個我們要求撤僑而已讀不回的狀況耶 他們說這三百多人已經在被照顧當中 但是問題是連他們自己的同胞都已經在鬼哭哀嚎當中 他可以好好照顧嗎 如果他可以照顧的話 這些先進的國家 包括了美國 包括日本 包括了德國 俄羅斯剛才說了邊境也已經關閉了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的台商為什麼會變成為武漢瘟疫的肉票呢 我們來看各國撤僑的狀況 全日空班機緩緩降落雨天機場 載著兩百多位日本僑民反國討論病毒威脅 出國的地方 這裡有熱的檢測和紋針 在那裡取消票 在那裡取消票 一天之後 紋針票和紋針票一起去 接受熱的檢測 還會有問題 我以為是很爽口 大家都在冷靜地 在座椅上 我正在座椅上 我正在座椅上 在座椅上 下機旅客一臉疲憊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蔓延 風神多日 六百多名日本旅客 和日系員工手困當地 日本政府在二十八號 派出手辦專機前往武漢撤僑 上機前不厭其煩的檢查 就怕病毒跟著訪日 沒想到當地時間 二十九號上午將近九點一下機 還是有旅客傳出咳嗽 發燒等症狀 被救護車送往醫院隔離治療 其餘乘客也搭乘專用巴士 先到醫療機構篩檢 避免費用爭議 搭乘專機旅客 還是得用經濟艙價格購買機票 在篩檢結果出路前 都必須在住家或政府安排的飯店 自主隔離 他建議 他不讓我們撤僑 因為呢 將會變成那個政治問題 變成那個兩個國家嗎 有這麼殘酷嗎 我們這些臺灣人 他們的家屬 在臺灣一定焦慮得不得了 他們在當地一定也束手無策 那WHO跟阿凱爾 都被那個中國給那個 幾乎可以說是講白了 就是被他匯獲了 幫他們 你看你講得多麼的赤裸裸 然後給一個資訊居然說相信他們 那我們臺灣怎麼樣讓防疫成功 據說我們的醫護人員 其實很早就有警覺 而且我們有不同的方式 來這個得到最新資訊 是不是 我一直在看 就是之前WHO他們出來說 他們從中國那邊得到的資訊 認為那只是中國內部的問題 不是一個國際的公共衛生事件 的時候 我就覺得WHO你們真的完蛋了 你們那麼相信中國官方資訊 你們怎麼腦袋會這麼的不清楚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 你逆疫情是習慣的事情 那臺灣這邊就我的瞭解 我記得在12月底左右 我們就有在一些醫師的資訊裡面 就提到說 有注意到中國有一個新的病毒感染的 一個疫情 那其實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1月2號的時候 陳時中部長就到松山機場去了 那為什麼到松山機場 因為那時候就在準備說 如果中國真的有疫情 而我們接下來又是春節期間 很多的臺商 很多在中國念書的學生 要回到臺灣來 所以我們要隨時準備因應 1月2號那個時候 中國是完全還在隱匿疫情的 那我們那時候 衛福部就已經在警覺說 可能會有這個事情 所以剛剛李醫師提到過年期間 真的過年期間沒有什麼休息 我自己同學是 某個醫學中心的感染科主任 過年前兩天 他我們說放假 快準備放假了嗎 我回臺中想要跟我見個面 後來他就跟我說沒辦法 因為已經在因應疫情 他已經隨 他已經回醫院值班值了 整個過年期間 他都在醫院值班 就是隨時等拜如果有這樣的病人進來 那當然這整個過年期間 整個我們的這個防疫指揮中心 其實每天都在更新 那個更新其實很辛苦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從中國得到正確的資訊 那怎麼辦 那你只能從他們比方說 其他國家的感染個案狀況 或者是其他國家流行病學的專家 跟臺灣流行病學專家 去看這個疾病到目前為止 你能看到的資訊 去分析可能的狀況是什麼 那臺灣的話呢 目前看到當然我們 所以為什麼那個防疫資訊一直在更新 因為你要有新的資訊才能知道 我要隔絕到什麼程度 然後是哪裡來的人 我們要小心 所以你會發現 那是一步一步的 這個醫療人員其實非常緊張 那但是我們也不斷在跟醫療人員溝通 就是說你要想想看幾天 像剛剛定語講 我也去查了一下 我們在過年期間 光是桃園機場 每天進來的入境人口 大概是四萬多到六萬多每天 所以你如果沒有把這個可能的高風險群 你先撈出來 那我們的防疫人力會非常的疲於奔命 所以我們禁止這個旅遊團 武漢的旅遊團 然後接下來禁止中國的旅遊團 對不對 對 這個是非常正確的 對啊 就是一段一段你要把它斷起來 那還有人說美國有流行性感冒 死了六千人 為什麼 因為流行性感冒是每年就會有的事情 你也是一個節目主持人 流感到處都有 大家就講嘛 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美國那邊的狀況 是疫情比較嚴重 那我們大家互換 看你要不要 那種說法 其實是非常的外行 是故作外行 那是故意的 那是故意的 其實克姐剛剛就提到一件事情 中國對這個武漢疫情 武漢肺炎這個疫情 其實全世界大家要一起做的事情是 你在這麼多頻繁交流的狀況之下 你要把資訊公開 讓大家一起防疫 可是你會發現這段時間 包含從甚至到他們發生疫情到去宣傳 去跟有一些人講說 哎呀其實美國流感比較嚴重 這是什麼這是政治 那個是趙少康先生 這是政治 這完完全全是政治 就是說我要跟你們講說 其實中國沒有那麼嚴重 你們不要那麼害怕 你如果知道你們的狀況 中國內部的這個疫情之嚴重 到後來現在他們封城 整個亂七八糟 當時你就應該覺得全世界都應該 要一起來幫助防疫 可是他們散出來了 包含他們叫一些小網紅 有沒有 你有看到小網紅去說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 包含叫一些小網紅去說 那個口罩不需要 或者是最近有一些說法說 希望這個臺灣的口罩 還派一個什麼自由記者 叫陳秋實的 進去做一個現場的實況報導 結果被杜易錦吧 揭發說那個是假的 那個是官方的文宣 這個時候能在那邊走來走去的 如果沒有中共同意 怎麼可能嘛 所以像剛剛蔻姐就講了 包含像我們臺灣要撤僑 為什麼他們還不願意 甚至他們給WHO的資訊是 臺灣是我們的 我們照顧得好好的 疫情沒有問題 臺灣人是中國人 所以呢他可以照顧 所以他們從頭到尾 就一方面他們內部的疫情已經失控 我們其實臺灣第一我們會受到影響 第二我們可以幫忙 大家要全部做成一個防疫網 他們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還在跟你用統戰的方式 在對臺灣的政治做干擾 在希望臺灣內部更混亂一點 那當然2003年的SARS 讓臺灣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有非常強的醫療 設備跟醫療專業人員 2003年遇到SARS 那個時候真的當時 我們也不知道防疫的狀況怎麼處理 你應該有的防護狀況是什麼 也都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出現 是 負壓隔離病房也是 那個時候才開始大量建設 那後來都準備 很多醫院都有準備 只是平常沒有需要用 這一次終於用到 這一次我們希望盡量不要用到 但是呢 我們就很容易因應說 一旦我們有個案 他怎麼樣隔離 怎麼樣照顧 我們的醫護人員怎麼去面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醫療人員 當然從開始中國謠傳 有這個肺炎的時候 非常的緊張 但是這幾天過年期間 我們的指揮中心 讓醫療人員比較安心 就是說我們需要餵財 他們會說優先保保障 醫療人員可以有這些醫療餵財 宣導民眾不要恐慌 然後資訊非常透明 定期出來開記者會 告訴大家現在狀況是什麼 對 有哪些個案 哪些地方正在追蹤 那像剛剛也提到 今天早上那個疫情中心 跟我們講有四百多個 現在都會在監控的 那這個他們都有一些很明確的監控方式 可以知道他有沒有到出來嗎 最關鍵現在是有足夠的口罩 大家這個可以購買得到 第二就是監控那個相關的 可能的代言者 剛剛連黎炳醫師他在年假期間 你們幾位大家也都非常辛苦 這個對於衛福部的部長 他所主導的指揮中心 是到目前為止認為是做得非常好的 可是中國當局在第一時間 其實他們還是用政治來面對台灣 所發生的防疫的動作 台灣是因為一月二十一號 有一位武漢回來的臺商 他自己主動的這個來告知 當局他有染病 後來確診病例 所以我們的政府是在二十二號開始 就把武漢的旅遊團 然後呢開始整個禁止 對不對 那個時候呢 有一些比較支持所謂親中派的人 是包括了這位趙薩康先生 他傳達了非常多的訊息 連我在群組裡面也看到 說美國啊流行性感冒 一年死六千人 為什麼還要讓美國人進來呢 就在這個話講出去沒多久 結果被中國政府打臉 因為中國半夜三更 二十二號的凌晨宣布封城 這就是最大的發展 那在二十三號 也就是中國封城的第一時間呢 我們的政府這個行政院長說 自救才能救人 限制出口要有保護國人 保護這個口罩 並沒有針對哪個國家 他一開始限制出口 結果這個啊 藍營的政治人物 跟比較親中的所謂的藝人們 開始就做人道的批判 我要請教一下子澤 後來這個馬英九一開始說是 口罩不足啊 政府應該衡量一下 不一定要加印規定啊 如果不捐口罩回頭來看啊 會覺得政府氣度不夠 現在又說公盈無余的情況之下 在出口 然後呢韓國瑜呢說口罩充足 人道上中邊國家有需要 台灣政府應該幫助 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我們來看一看 金巴黎舞廳 是這個代言的人 跑去趴趴趴的地方 很多人說韓國瑜市長 應該先到金巴黎去視察一下啊 沒有想到第一例的本土 這麼快就會出來 所以這兩岡 這兩岡是很重要的 請所有市民朋友 全力跟市政府來配合 必要時 我們市政府如果口罩不夠 我們會緊急來採購 一定要保證我們公眾市民朋友 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口罩 周邊的國家地區 因為有我們的各方面的協助 使它防疫能力增強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是在保護台灣 所以我覺得硬性的規定 口罩不得出口 我個人覺得未必是一個很聰明 跟智慧的決定 自責 為什麼韓國瑜就不能說 我們國人的口罩最重要 這個我們要保護國人 然後那個瘟疫的地方是中國 WHO 這個 I care 這個在中國的威脅下 那個不給台灣足夠的資訊 韓國瑜應該跟老公喊話 叫他把資訊透明化給我們 要求這個中共 對於這個疫情的資訊透明化 幾乎是全球都希望這麼做的 因為的確你看現在的疫情 沒有辦法控制 剛才專家學者都提到了 就是第一時間 你沒有把這個真實的狀況 對外界說明 導致一個缺口 所以應該譴責一樣 韓國瑜去過中聯辦 跟國大辦主任也很好啊 韓國瑜應該比較有用 這個一碼歸一碼 那我是說這當然這一次 當然包含馬英九總統 剛剛大家討論出來講說 對啊 馬英九為什麼三天之內改口 是啊 是啊 不過我猜馬總統 他也沒有意思是說 一開始也沒有意思說 如果國內不夠 那還要再把這個口罩 捐給這個中國大陸使用 我想他也沒有這個意思 他是前總統 所以我覺得 我們來看他怎麼講的 國家好像 國內好像口罩充足 無數充足 政府應該可以討論一下 不一定要將印規定 好像你不會去查一下 我們口罩百分之九十是 從別的國家進口 而且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對不對 2003年 SARS的事情 他自己還是SARS的 台北市政府的指揮官 柯姐我先講 這2003年齁 這大家都有印象 事實上2003年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游錫坤 SARS的期間 事實上我們就已經有限制出口 而且也徵用民間的口罩 給政府做調配使用 所以馬英九為什麼講這個話 可是馬英九他前面有講 他那時候是台北市長和平議員 還是他封的呢 封得萬七八糟 是啊 柯姐所以他有前提了嘛 他說國內好像口罩術充足 換言之就充足術的話 我們如果夠 那當然我們行有益 去幫助別人 那是你算良方他解讀啊 他這個話其實是在批評現在的政府 如果不堅的話會覺得氣度不夠 是啊 沒錯嘛 他那個是在 他在補充他27號獎的 所以他還是有個前提 他不會去顧口一下 不會去問一下衛福部嗎 你叫前總統 你不能問一下嗎 我覺得這傢伙政治考量 剛剛我們講喔 這個中國是世界的工廠 全球的口罩啊 有一半啊 就是百分之五十 都是從中國製造 出口到世界各地 可是呢 在這個時間點上 日本跟菲律賓啊 他們還紛紛捐了口罩 給中國大陸 沒有 日本沒有捐 那是假消息了 證實假消息了 你說那個京都呢 不是 我這個 那我這個是 我是看一個媒體人 他在他的臉書上寫的 那媒體人傳遞假消息 那我不曉得有沒有求證 那我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 人姬姬姬姬 姬姬姬姬 我的意思是說 行有餘慮 我們當然幫助人 那如果不行 當然是以國內優先 這個沒有人 沒有人會反對這件事情 我沒有要責怪你指責的意思 我是覺得這些藍營的這些人物 真的很奇怪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的時候 你都不覺得台灣 這個國家的同胞 應該先救起來 然後呢 中國引力疫情應該批評啊 為什麼他們不批評 沒有 即便是我自己 我都認為現在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政府 當局現在做這些事情 包含引力疫情 包含不讓我們參與 防疫會議都是不對的 我們都應該給予譴責 但是 呼籲叫我們加入WHO WHA嘛 對不對 這個會議當中 這個韓國瑜應該做的 他還說他們高雄做得很好 你高雄那個 在京巴黎舞廳 抱來抱去 趴趴趴趴的那個 那個商人 現在情況怎樣 他還在果茂社區的 我講白一點 果茂那邊 是村啊 眷村的這個住宅吧 對不對 做一個地方首長 他該做的一定要做 他現在也開了這個所謂的 武漢肺炎的這個會議 專案會議 也開了好幾次了 那地方首長都要做 如果破口 地方首長也要負責任 那我要回過頭 我要講的就是說 對於目前這個狀況 我就講2003年 我們也限制出口過 那所以目前這個做法 我覺得還是妥當的 只不過我覺得 就以一個人道的精神層面而言 假設我們可以多講一句說 假設我們國內的 這一些救援的物資都夠了 不管是口罩 防護衣 那我們行用語律 我們也願意伸出援手 這個事情就水開了 就不會我覺得這個就可以 大家都不用爭執來批評去的 不過問題是指責 講的是人話 但是那些人用人道 講的不是人話 那些人的背後是什麼 我們來看好 這個范瑋琦 跟什麼小S這些人 變成一個代表性的這個人物 這些人的背後到底在想什麼呢 他們也引發了這個全台灣 年輕的這個族群們高度的踏法 到今天為止 范瑋琦還在那邊說胡話 那道錢都誠實 是怕沒分思 人民比拿到手裡 誰管你生死 但尾琦日前在臉書入罵 行政院長蘇貞昌狗關 網友酷索改編他的歌曲 如果的是 歌詞嘲諷刺 誓言風波沒有降溫跡象 范瑋琦的老公黑人陳建州 再度發文力挺 說世界沒那麼糟 善良的人還是佔多數 同樣被網友洗版很嗆 避重就輕善良不是無知 周四凌晨范瑋琦本人又在發文 貼出父親的溫暖鼓勵 先向父母道歉 說女兒會努力學習 當一個人膩己膩去關愛身邊 不管哪一國哪個種族的人 謝謝你們包容我這個 一天到晚闖獲的大笨蛋 再度掀起網友不滿 有人說921地震 中國阻擋外國救援台灣 中國打壓台灣加入WHO 香港反送中運動 新疆維吾爾族人 被強制送入再教育營洗弄 這些藝人坑聲了嗎 有人說中國拆教堂的時候 你有說句話嗎 你對得起你的天賦你的宗教嗎 你認為政府應該先救別人 再救自己的國民嗎 這叫偽善 不過范瑋琦再上火線 提到日本捐了一千萬個口罩 為何台灣不幫同胞隨即被打臉 不僅數據有誤還是假消息 把缺乏的罰打成懲罰的罰 他還大吐苦水唱歌是為了夢想 人民幣沒有你想的那麼好賺 好我們來看這個 臉書罵蘇葵狗官 你知道台灣真的是有小狗的可愛的官 那個就是那個檢疫的那個 海關的那個 應該是拉布拉圖 米格魯 我們等一下拿照片給大家看 很可愛 他們當班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狗官 那這個他罵蘇院長 說他這個竟然禁止口罩出口一個月 是一件多麼低俗沒人格的臭流 瞞其為 我他叉叉的有聽錯嗎 這個狗官算是個人嗎 什麼時候了 王王大不會這麼明明人性 都是什麼時候 我希望聽到假新聞假消息 其實他在私人帳號罵這個蘇 蘇貞昌院長 後來呢就引發了這個 網路的全部的大法 結果他今天早上還在對戰 那人家罵他 他爸爸媽媽什麼家人都弄出來 然後他老公還出來說 道歉是高尚行為 然後人家罵他說 你先罵人是低賤的行為 這個這一波裡面 最先這個淪陷的是 范瑋琦夫妻跟他們的閨蜜 小S大S這一幫子人 確實范瑋琦這是引發重怒 而且他的道歉為什麼 還是沒有平息戰火 其實他道歉是為他自己罵粗話 他不是說像蘇貞昌道歉 不是他是為自己罵粗話 那因為他可能覺得自己是偶像 他就什麼他擦的 那問題是大家不是說 你偶像你有偶包 那是你家的事情 大家是覺得我去觀察 就是去湧入他臉書 他臉書馬上被十幾萬的 十幾萬的灌爆他 大概罵他的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像我 我就會很生氣說范瑋琦 你是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從來不會有人懷疑台灣 台灣人沒有愛心 台灣人是最有愛心的好不好 尤其像中國發生什麼汶川大地震 什麼天災人禍的 台灣人捐錢啊 物資啊 人力啊 都第一時間到中國大陸 我們是一天到晚 都都是這個第一時間去幫助他 那為什麼我們會很生氣說 范瑋琦 你是搞不清楚狀況 就像剛剛大家來賓所分享的 台灣其實真的是口罩進口國 而且中國大陸 他們才是口罩產能第一名的國家 全世界五十趴 對超過五十趴以上 我講一個數據 像二零一九年台灣賣出去的口罩 是一億七千萬片 但是台灣要買進來的口罩 是四億三千多萬片 那更不提說台灣賣給中國的 去年的口罩是一百八十三萬片 可是中國賣給台灣的口罩 是三億九千八百萬片 簡直快四億了 就是說台灣非常依賴中國 要捐口罩給 賣口罩給台灣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你看我今天我自己 我跑了三家的超商 我還買不到口罩 對 當然可能就是說 因為現在才過年 因為蘇虧不是說口罩 這個大家都不要擔心嗎 問題是說今天才剛開工嘛 很多物流都還沒有開始 真的備貨開始 開始才開始送貨 你說我自己都買不到口罩的人 我當然會對范瑋琦這個話 我覺得更生氣 你搞不搞得清楚狀況 我們台灣人自己當然要先 先自救才能救人 這是蘇虧強調的嘛 那所以當然就是說 我們坐飛機 坐飛機為例最簡單 就包括就是說 你那個像氧氣罩 空姐就會告訴你 你自己先戴好 再去帶小孩 對 所以這個是例子是最明顯的 你要先自救才有能力救人 你當台灣人我們自己都買不到口罩的時候 你告訴我 然後你這個口罩還要先捐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Come on 不要再跟我哈囉了 他們根本就不缺口罩 他們 他們這為什麼會缺 他們的口罩都被那個高官啦 或是說被他們的這個什麼富豪 給搜刮走了 所以呢 就算我們捐了一百萬口罩給他們 那能不能真的到需要的平民百姓手上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啦 就是說 像楊培安這些人也是罵政府啊 說什麼綠色恐怖啊 說什麼為什麼禁止什麼旅客啊 戴五盒口罩 你要知道陸客現在幾乎來台灣 是掃光台灣的口罩 出警直轉戴五盒 對 你知道他們如果有錢的話 他們一個人買五十萬的口罩 根本就不是問題嘛 如果說每個人都可以五十萬五十萬口罩帶走 台灣全部被搶 搶購一空了 這當然當然是不可以的嘛 所以我們一定是全部都先自救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這些人犯眾怒的原因 是你搞不清楚狀況你就先罵 而且你罵狗官這麼難聽 那是因為蘇貞昌不跟你計較 不然他可以侮辱公署 其實是可以叫他起訴的 因為就是這些狗官來保障 我們現在台灣民眾的安全 他們不眠不休 結果你自己還在那邊講瘋了話 我覺得是很生氣的地方 那最後要講 還有第二種人 其實是覺得范偉晴是兩套標準 就像剛剛大家在批的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都不允許我們去參加 WHA WHO 結果你不罵這些人是狗官 你來罵保衛我們的這些官員 你說他們是狗官 那I care I care是拒絕跟台灣分享病毒乘客的消息 你不罵I care這些人是狗官 然後你來罵我們的官員 秘書長也是中國人 對 那個推特的 I care的秘書長是中國人 那WHO這個秘書長 是被中國養的 是中國養的 直接講到中國養的 對 那還有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我們要包機去撤橋 把台橋撤回來 結果中國大陸也不同意 台商啦 台商 那你也不去罵這些人是狗官 那中國大陸還隱異逆情 你也不罵這些人是狗官 這些始作俑者 他們才是真正的狗官 你從來都不見過他們去批評 去批評這些人 結果我們的真正為台灣人做事 保衛台灣安全的 你罵他是狗官 這種兩套標準 所以我覺得他們欠罵是應該的 第一個他們就是搞不清楚狀況就開跑 第二個就是兩套標準 所以才會引發台灣民眾這麼的生氣 所以他們這一次這個 後來這個今天呢 這個范瑋奇居然還寫了一個 叫做什麼恨恨恨 我們的世代不缺恨恨這個恨那個 你為什麼不死你覺得人家死光 小孩都是冠狀病毒去死地下 這就是你們想聽的嗎 我全家暴病 你最開心的嗎 沒有啊 大家只是要跟他講道理而已啊 那除了這個這些藝人 什麼小S啊 范瑋奇啊 這個夫妻啊 叫他楊培安之外呢 這個政治人物到底什麼意思啊 鄭元永明 為什麼馬英九 當年2003年和平醫院封院 那個所謂的和平風暴 現在被這個追憶起來 是他當時的這個防疫措施是有問題的 後來為了要挽救形象 還派了邱淑迪穿了太空裝 進和平醫院 還派了葉金穿進去做這個防疫英雄 你記不記得 我覺得馬英九當八年總統 應該清楚狀況吧 臺灣是缺 口罩夠不夠 是缺口罩的地方 當然蘇院長一開始那樣子 可能會讓大家方向都往口罩 是不是要去捐助中國走 其實不是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口罩不夠 那當大家又開始有這個緊急 該需要要去買口罩的時候 其實剛才大家講 有啊我昨天在超商也是啊 一個富人騎腳踏車趕快跑過來說 口罩有沒有 他說有 因為今天早上才送來 然後開始買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要想的是口罩的流通的問題 你知道政府現在說他要徵集 然後他現在訂了一個價格說 不高於八塊錢 這個就會有點問題 怕大家哄台價格 那消息會說 沒有啊應該是四到五塊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政府要管的事情 不是口罩要不要去捐中國的問題 現在管的是第一個夠不夠 第二個有沒有人囤積 有沒有人在發國難財 公平會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離開立法院了 我想定義他們還會再立法院 那公平會出來講啊 到底口罩價格要多少 今天政府不能說八塊以下 那如果消息會說應該四到五塊 那到底這個價格會是怎麼樣 這價格是問題嗎 八塊以下講才對 因為每個地方配送成本不一樣 你講八塊以下 就最高八塊 買到八塊以上就有哄台 第二個 有的取得成本是四塊五塊 有的加上運輸成本要六塊七塊 那商人他經營的成本也要 所以講八塊以下才是對的 我想比較重要的問題 應該是整個口罩的流通 跟是不是夠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說 我們最多就是超市啊 小玉買不到 小玉再 後來你再走一走就買到 今天開始配送了 我去那個藥局 可是他賣的還是比 就是他是說什麼活性炭口罩 一格就賣我一百塊 活性炭口罩沒有用 沒有用 他只能擋十趴的病毒 可是我現在是買不到口罩 對我就先買 我覺得在高鐵站買 高鐵站反而買得到 所以不一樣 那現在當然有 像我有朋友 因為他們有小孩啊 這個是比較容易生病 今天有些安心班上課 是規定小朋友 帶兩三個口罩去 還有就是家裡面 有病人要照顧的 有那個老年人要照顧的 可能他比較需要這個口罩了 那但是不管怎樣 接下來的問題 將會如何發展 所謂口罩之亂 或者是這個老共方面呢 用所謂捐贈口罩這件事情 來這個成立他們引力疫情的罪惡 我們等一會再來討論 請各位鎖定民視台灣台 那新聞一文 醫院大門的口罩販賣機 售完燈 一早就閃不停 工作人員趕緊補貨 一片口罩只要五塊錢 價格比超商還便宜 不少人搶班 卻也出現亂象 無視販賣機貼出 每人限購兩格的公告 兩名富人就站在販賣機前 投幣投不停 全被監視器清楚錄下 前後長達三十九分鐘 一拿就是上百個 疑似要囤機 夫人行進引發民眾不滿 向醫院通報 我們也看到有些人就是 這個民眾在這塊裡面 自己囤機這個口罩 我們也覺得相當的不齒 覺得是個非常不道德的行為 醫院公開呼籲口罩夠用就好 不要囤機 但武漢肺炎拉緊報 引發民眾恐慌 就算不囤機 口罩還是一片難求 柱子貼出口罩已售完 五個大字 就怕民眾沒看到 初六開工 但各大賣場的口罩 還是買不到 目前線上口罩全數缺貨 無論線上線下 口罩通通被掃光 過年期間部分廠商 加班趕工生產 民眾原以為初六開工 口罩恢復工量 沒想到量還是不夠 超上一早 貨架上的口罩幾乎被掃空 店員趕緊補貨 但還沒補齊 有民眾等不及 直接從紙箱拿 附近的康市沒 就是驅船市 還有那個超商都沒有 所以趁早上趕快來買 現在家裡頭還有一些 之前買的 然後怕說用完了以後 小朋友或者是大人 沒有得用 儘管經濟部 從初四到初六 一連三天 每天是初六百萬 付口罩給四大超商 初五到初六兩天 陸續供應四百七十萬 付口罩給藥妝 衣材等 初六開工所有口罩商 恢復正常產線 不過賣場及超商業者 由心從生產製程到物流 發配到全台 最快也要等到後天 才能拿到貨 過年期間廠商也很多 是生產量不是那麼大 那開工之後 會陸陸續增加產量 那我們昨天也進了六千核 原則上可能應該不到半天 是應該就全部都會被民眾 所以這生產線全面開工 每天有超過四百萬生產量 陸續釋出 渴望讓口罩荒稍稍緩解 好這個武漢肺炎的防疫呢 台灣的政府呢 在蘇貞昌院長的這個領導之下 他說不准這種有任何的破口 而且呢很多的人 這個要是處罰的話 就要開始用罰錢 或者是刑法的方式來這個應對 那在高雄就有一個 從武漢回來的一位台商 她居然沒有戴口罩 跑到金巴黎舞廳去 然後呢使得這家舞廳呢 變成了有大概全面的消毒 兩天停業 那其中一位武小姐 她在這個主動的通報 這件事情還被大家形容成為 是一位女性的英雄 所以這些故事裡面包括了 第五例的確診例 這位女性的從武漢回來的台商 她的先生 因為跟她這個在同一個屋簷底下 最後也變成了第八個確診病例 所以這個武漢肺炎 絕對不可以掉影輕心 那今天因為第一天上班 我們看到了大概 全部的這個公眾的捷運行 跟公眾運輸系統 以及密閉空間裡 大家都戴口罩 那口罩會不會變成 我們這個政府現在所面臨的 第一大問題就是 她能不能供應無語 第二 她的價格可不可以穩定 那第三呢 就是她的這個整個的防護 能不能達到這個目標 那所謂的捐口罩是怎麼回事呢 就在蘇貞昌院長說 要禁止出口之後呢 就發生了我們的台灣的 像馬英九總統 或是這些藝人 他們用親中的角度來批評政府之外 也出現了所謂的 日本人捐給這個中國的口罩 後來發現是假的 那也有網友呢 他們整理出來了 這個是一個內部矛盾 整外部矛盾的一種假新聞的操作 而且大家對於那個去捐款給她 現在也有這個某種程度的這個借心 因為擔心你捐錢給她 捐口罩給這個中國的當局 特別是湖北武漢當局 都被高層給這個 他自己給他私下給貪污掉了 那一般民眾也沒有啊 那在台灣面臨的 徐永明說你的兒子上安親班 要的就是口罩是不是 送去囉 立刻這個打來說 這個爸媽把口罩戴去 你今天早上沒有給他戴口罩 你就送到安親班 你這爸爸不太標準 可是呢不能只有一個 要準備三個 而且各位知道 這安親班不是只有今天去喔 明天要去一直要開學 10號開學 那之後你上學要不要戴 所以每個孩子 是不是一天要有三個口罩 這是一個問題 名譽也有小孩嘛 你想想看一個小朋友三個口罩 一個禮拜好上課五天好了 就15個口罩啊 那你未來這事情如果 那不是只有小朋友上學 今天大家開工日嘛 很多都在拜拜對不對 你大家看每個人都戴口罩啊 上班族要不戴口罩 可能也是要兩個到三個 而且不能重複使用啊對不對 所以我意思說 當時講說口罩 要不要去捐助中國 其實根本是方向錯了 重點應該是 當大家開始開工 大家進入這個公共場合 上班上學的時候 口罩夠不夠用的問題 我想這個才是 這個是一個 確實是一個硬問題了 對不對 所有人都要去找口罩 你看所有爸媽去找口罩 對不對 上班族要找口罩 那公司不只口罩了 這個溫度測溫度的對不對 像我們剛才進民室 每個人都要測一下 這些設備這些工具都夠不夠 我覺得這是目前政府要想的 我前面為什麼講 所謂八塊以下 因為政府講八塊以下 你知道所有廠商就訂八塊 政府規定的對不對 消氣會說沒有應該到四到五塊 消氣會是民間團體 所以我的意思說價格 怎麼讓它比較平穩 大家可以負擔 買到口罩 價格大家可以負擔 比如說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跑去販賣機 把所有口罩都弄走 那這個才是應該要處理的 對不對 我覺得政府只要能把這塊處理 那我們斷然的措施都處理了 就是說團不能進來 我們這個有 跟武漢有關係的 都有這個 就是追蹤的話 對我覺得很快就會比較穩定 不過中國影響當然對我們很大 今天股市就七百 今天開盤跌了四百點 後來最高跌到快 收盤到七百 七百點 像這個是長期而言 政府要去處理 就是說短期民生問題 口罩是不是充足 價格 大家是買得到 搞不好有一堆口罩 只是大家買不到 那那個恐慌就 有人去囤積嗎 那個今天蘇貞昌院長是 那個強力的這個表示囤積是犯法的 對不對 那到底這個一天要用多少個口罩 這個李醫師 這邊有爸爸 媽媽 爸爸 媽媽 那一個小朋友 或是一個個人 小朋友一天要三個口罩嗎 那我一天一個人 只能買三個口罩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這個去排隊買口罩嗎 那這個事情接下來 這個政府當局在口罩的這個生產分配 以及通路上面還需要加強哪些措施呢 通常我是省吃檢用 我一天頂多用一個口罩 你用一個口罩 我不會用三個 那個小孩子之所以要用三個 是因為他們個人衛生習慣 比較不容易控制 你鼻水啊 要哭啊 哭啊 那個口罩如果沾污了 而且過年前是個別在家裡 現在是第一天大家都聚在一起 或是小孩子不小心口罩掉到地上 那沾掉了 所以小孩子他們是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幼兒眼 他為了怕說口罩在活動進行當中 很容易沾掉 所以他需要放 否則的話 一天一個就可以嗎 一天一個就可以了 可是現在坊間有流傳說 那個口罩不是只能在四到六 四到六個小時就要換一個嗎 對啊 你又不是一天二四小時 都在外面跑 你總要回家去看看親愛的爹娘吧 所以回家就拿掉 所以還要看你戴口罩的時間 你今天就是戴了一個小時 然後就不戴了 其實隔天還可以用嘛 我就看你那個時間 其實是場合問題 就是那個時間長短的問題 那事實上 嚴格的講 臺灣現在是沒事 我們是現在是把它阻絕在境外 對 有社區感染的話 當然就是發 薩斯時候沒有社區感染 不知 不明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百貨公司的收營員得到薩斯 莫名其妙 對不對 那個時候才需要緊張 全民戴口罩 目前呢 我們那個疫情指揮中心的建議 還是針對容易接觸病犯 容易接觸旅客的一定要戴 比如說 航空公司的工作員 醫院 我們現在不戴口罩 進不了醫院啊 那一般的民眾 百貨公司的這個櫃檯小姐呢 現在 就沒有啊 因為他 他又不是常常接觸旅客 免稅商店說不定要 所以旅客就是有境外人士 免稅商店要我有經過機場 現在免稅商店的這個服務員是有戴口罩 其實臺灣目前是安全的 OK 所以我在外面走我也不戴口罩 可是我進醫院我被規定一定要戴口罩 你是醫生嘛 所以口罩就是不要濫用 就是要珍惜這個這個資源 那另外剛剛一直提到說 口罩要不要捐的問題 就是不要捐 就是不要捐 我們說那個防疫事統作戰 這不是一個口號 是事實 作戰的時候會限制個人自由 醫護人員不可以離開崗位 你不可以說 我有不得到疾病的自由 我不做了 我不要看病人 或者我拒收醫師病例 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被容許的嘛 那你的 你必須管制物資 避免諷臺 要確保你的 不管民生物資 醫療物資都要被管制 這個是疫情嚴重的時候 必須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臺灣其實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繼續去圍堵 繼續去有效的圍堵 盼望疫苗能夠早一點發展出來 接下來的情形是 疫苗發展出來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搶疫苗 對 就是美國做疫苗 一定先打美國人嘛 他怎麼會 我那麼好心監住大陸 不可能啊 他一定先打完美國人 然後跟歐洲人感情比較好 送一些給歐洲 臺灣是被排在後面 我們也沒有能力去兼什麼 你記得吧 二零零九年 H1 M1新型流感 臺灣 國關公司所做的疫苗 全部供應臺灣 我們政府限制他不可以出口 等到我們打完以後 疫苗已經先照顧本國人 這是基本的 我們現在有能力 有確診病例有能力做疫苗嗎 我們國關公司跟那個 有一個那個高端公司 他都可以做疫苗 可以 他現在已經要做 那個殘病毒七型疫苗 已經要出來了 所以我私下有跟這個藥產講過 接下來是你們的任務 你們要去跟國外尋求技術合作 美國那個NIH 國外院 他如果發展出疫苗 你馬上要把那技術引進來臺灣自己做 我們不能期待外國製造疫苗 來提供我們 他們一定是 他們的國人打完以後 才會 才會考慮外銷 所以疫苗發生的時候 這些防疫物資 疫苗 醫療物資 甚至民生物資 都是以供應本國人為優先 這是普世的價值 價值 而不是 這是普世的價值 而且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臺灣在國際上面 我們是國際組織的孤兒 WHO為什麼要成立 他是全球有能力的國家 大家在同一個組織裡面 我有能力的國家 我去幫助沒有能力的國家 所以他們其實是他們 這個組織的組成 他有包含大家共同防疫 或是共同推動某些疾病的預防 以及他們要把他們某些國家的能力 跟經驗傳達給沒有能力 跟沒有經驗的國家 比方說他們就會有一些經費去處理 比方非洲國家的疫情 非洲國家的某些傳染病 臺灣完全被排除在這種組織之外 我們所有東西都自力更生 自己來 自己努力去搜尋資料 結果你現在講說 哎呀 我們很厲害 我們可以送 我們可以送別人 我們可以幫別人 搞清楚狀況 我們從兩千零三年之前一直到現在 SARS的時候我們孤獨面對 那感謝臺灣有這麼多專家學者 願意把自己的能力貢獻出來 大家為了國家努力 才有辦法一直維持到現在 那現在面臨這個疫情 我們又是全世界都知道我們跟中國這麼的近 交通這麼的頻繁 所以我們是第二風險高的國家 對啊 這麼多人從臺灣去中國 從中國來臺灣這麼頻繁的國家 然後我們又不被國際組織協助 這種情況之下還可以講風涼話說 我們要不要來考慮對別人好一點 別人沒有對我們好過 而且這裡面我一定要強調 為什麼這次在講口罩的事情 會有一些大家那麼強的情緒 第一個大家兩千零三年的SARS 大家真的嚇到了 第二個醫療人員今天開始全部門診都開始了 所以像我的很多的醫療界的朋友就會說 那我們自己的備品在哪裡 那我們今年也特別有跟行政院溝通過 行政院也說 所有的醫療機構的這樣必須要的醫療衛材 他要優先保障 因為就像剛剛李醫師講的 你一般平常像我們現在在錄影 我也不覺得我現在需要戴口罩 因為我們這裡面沒有可能的感染者 在我們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七個人因為都沒有 我們都很明確知道我們的對 所以就沒有必要戴口罩 但是你到醫院裡面 我上街都不戴口罩 你在醫院工作的人 他面對到的 除了我們現在所擔心 可能有傳染病之外 他還有很多別的傳染病 像流感 他本來就有這個自我防護的需求 那像護理師他工作八個小時 他不可能都用同一個口罩 就像剛剛李醫師講的 我回家可以不需要 可是我去上班 如果我是接觸病人的 那我跟病人的接觸過程 我可能就要換口罩 那這一類的物資要優先保障 大家怎麼看 其實這一次看行政院 他們就有點過 我們一天台灣的產量是多少 市面上狀況如何 我如何能夠把產量拉上來 所以為什麼不斷地去講說 第一個我們我們暫時沒有能力 去做任何捐贈 第二個事情現在的狀況是請大家不要搶 因為我前幾年 前幾年有一次就在我一個箱子裡面 拉出一串N95 那哪來的 兩千零三年去搶來的 兩千零三年很緊張 買了之後根本沒有用到 所以其實也要再一次跟大家講 N95一般民眾不要去買 因為N95 你手上這個 那是一般外科手 一般外科手 那N95那個東西戴了 其實你呼吸上面不是很舒服 很多民眾不會戴 或者他後來戴錯 那根本不需要去搶這個東西 那這個呢 其實如果以現在我們評估的行政院來講 那個產能上來了之後 只要大家不要每個人在家裡面 囤積幾百個 你市面上就容易買得到 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這裡真的有爸爸媽媽 那個永明啊 是爸爸嗎 那你要買口罩 如果安親班 安親班一定會希望小朋友戴口罩的 因為他是照顧別人的小孩啊 他有高度的責任嘛 那就算李秉儀醫師告訴我們 其實如果你沒有接觸時 沒有什麼的話 應該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焦慮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真的會要求每個小朋友 都要上學的時候 這個啊 去安親班的時候 都要戴三個口罩 那你的孩子呢 你的孩子的口罩呢 他們也要準備口罩給他們 但是現在就是說 我剛才聽李醫師講這句話 我有一個感受 他說根本就不要捐口罩 就是我們台灣現在 第一個 經過過年百頁休息 然後中國返鄉過年的客人 一直衝擊一下 我們還守住了 你知道過年貨銀行不上班 很多店不上班 工廠不上班 沒有產能 這個時候 那時候口罩還可以供應 然後呢 從中國回台灣的台商 那麼多 我們還走到現在 八個勸責便利幾乎都是境外移路的 我們國內還沒有任何 國內傳給國內不明原因的 其實這些基層防疫的人 他們沒有在過年 所以為什麼 我聽到那個罵人家狗關的 你那是侮辱了一個一整群 過年停止休息 在維護這國家安全的人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不要自己當專家去發明恐懼感 其實台灣現在國內 我昨天坐高鐵 我全部都戴口罩 可是高鐵因為會經過桃園站 會有國際旅客的往來 OK 但是我們台灣是不是全面要戴口罩 聽專家的 誰該戴N95 誰該戴一般 那什麼樣的人該戴 聽專家的 不要莫名的恐懼 否則任何銀行 本來很健康 大家去擠兌一定倒 大家全部現在把口罩當作資材 跑去買的時候 他一定漲價 所以每天供應四百萬份 而且現在物流配到我們街頭巷尾都有超市 大家可以買得到 夠用就好了 那有名說八塊錢那個太高了 八塊錢是貴還是便宜 我覺得就回到市場機制 就是說這個東西現在大家需要 供需當中會漲價 先名譽買五個一百塊 現在我發現有人買那個很貴的 卻沒有用的 蔡市場還有賣一盒五十個五十塊的 你敢買人用 一盒五十個五十塊 一盒一塊 我是覺得 這是淘寶的嗎 外科用的口罩 跟一般家中一張紙的 甚至還有回收的 大家還是 基本還是信任這市場機制 我要講這個兩套標準 第一個 口罩現在是全球都在增量 3M已經下令倍增 然後中國自己是佔全世界 百分之五十的產量 還在全世界收購 所以台灣很有可能 他們那客人不知道 全世界各地去把人家掃光光嗎 對 然後我們現在台灣 有可能在未來 因為有人說 耗發其實四到六月 你要去全球買 還不一定買得到的狀態下 我們國內為了保護我們的國人 口罩禁止出口 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策 其實選擇意見 當然是正確的 按照今天大家的討論 這當然是正確的決策 以及民眾的反應 所以范韋琦那是好罵 他用這樣子來媚共 然後修理自己國家反應 這不好 第二個我們真正 該譴責的是隱匿疫情 阻止台灣參加iCare 阻止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會議 你們卻又不敢說半句話 也就兩套標準 對假議題口罩 哇凶台灣的官員 凶得好像後母一樣 對於真正迫害國際防疫合作的 中共一句話都不敢講 因為你要撞他人民幣 我們看不起這樣的人嘛 那現在我們台灣面對的狀況 李醫師也在這裡 我去整理那個時間序 你如果整理時間序 你現在覺得會害怕 比方說我剛開始講 2019年12月30跟12月31號 武漢他們的衛生叫做衛健委 衛生健康委員會 兩份紅頭文件告訴你 12月12號就有第一個肺炎傳染病例 那個時候他們爆出來大概是27個 然後他們還不承認這個會傳染給人 1月1號用一個理由去讓華南海鮮市場修飾 1月5號我剛才講 新加坡那個梁浩南醫師說 很多在海外得病的人 都沒有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所以可見有人傳人的可能 這時候隱匿的證據來了 1月6號武漢的衛健委說 不會人傳人 到1月17號12天後 武漢衛健委說 我們這12天通通沒有新增病例 可是過了1月20號以後 中國自己的媒體叫財新網說 中國第一個確診染病的醫生 是在1月10號確診的 也就是中國衛健委跟你說 那12天都沒有病例 是騙人的 有說謊 那現在有兩個 一個中南山我們都知道了 另外一個王月丹 是北京大學防疫學系的副主任 他是之前SARS的中國的專家 你知道王月丹在1月20號 說了什麼話 所以我現在對那個 中國公布的數據 根本都不討論 都不用討論了 王月丹是中國的 北大防免疫學系副主任 他說 為什麼只有武漢周邊這裡有 隔壁的省份都沒有 因為直到今日 他講這句話說是1月20號 直到今日 中國沒有要求全國進行檢疫 沒有檢疫 對醫院沒有要求檢疫 對群眾匯結都沒有要求檢疫 你沒有檢疫就不知道就沒有病例 可是不代表沒有 這是北大的免疫學系說 中國到1月20號 都沒有要求武漢以外的地區進行檢疫 然後隱匿了12天 所以BBC新聞網 用消失的12天 才是這個毀滅性的 疫情擴大的原因 就是1月6號到1月17號 1月23號封城 1月27號武漢市長承認說 之前那12天是因為上面沒有交代可以講 所以我們確實有隱匿 對 這個隱匿才導致現在這麼大的問題 該不該譴責 世界衛生組織不譴責還誇獎他 我們國內少數賺人民幣的藝人 不敢譴責 只敢去講這個口罩的假議題 假議題然後來罵自己國內 防疫其實守得不錯的狀況 所以我們到今天看到的是 日本首相安倍 親自用本人的名稱說 應該讓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不是為了台灣好 是為了世界好 因為台灣這裡不能破一個洞以外 台灣的醫療人員 是可以提供世界貢獻的 加拿大美國 美國的Rubio 美國的Rubio 重量級參議員選過總統的 告訴國際民航組織 你怎麼可以不讓台灣 參加防疫圈 然後他說 美國所有討論台灣 應該參加防疫圈的 都被世界 國際民航組織封鎖 連那個2049辦公室的智庫寫個文章 也被封鎖 原因是 國際民航組織的秘書長 是中國籍的 然後呢 昨天在澳洲的國會 澳洲國會議員 直接質詢 保守黨的總理 說 你到底支持不支持台灣 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有關防疫的會議 這個總理 左閃右閃不敢回答 可是澳洲的國會 一直說 一直問 說你一定要告訴我 台灣這2300萬人 還有這麼大的 航空的運量 應該被排除在 這個世衛組織之外嗎 所以全世界 歐盟 英國德國 都有這樣的聲音 全世界都知道 不應該把我們排除 所以中國對內防疫 隱匿疫情 資源分配不平均 對外阻擾 國際防疫的合作 如果這個事情 影響任何一條人命 中共政權 負擔不起以外 我覺得國際上 對這個的譴責 應該要有共識 他對我們台灣 有友善嗎 在這個疫情都已經爆發了 他有五百萬人 從武漢已經離開了 之後 我們的各種不同的措施 的情況之下 還用假新聞假訊息 來遮掩他們的 這個謊話 的同時呢 還用政治的方法 來這個孤立台灣 這種情況之下 世界上的國家 都發出了公道之聲啊 難道我們台灣人 不能夠從這件事情當中 有一個非常充分的覺醒嗎 現在美國跟其他的國家 都已經表示 他們對於空中的航線來講 都要停止跟中國之間 它的航班的交流耶 我們來看它最新的發展 如果這個專制獨裁的政權 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它會變成世界公敵 而台灣怎麼保護 我們人民的健康 武漢肺炎疫情 依法滿延 29號世界衛生組織 發出了警告 要全球各國 準備應戰 全球都必須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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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 來往中國的全球各大航班 就不約而同 採取行動 像是英航已宣布 即刻停飛 飛所有飛往中國的班機 聯航要減班 亞航停飛武漢到二月底 國泰也要減半航班 飛往中國二十四個城市 時間直到三月底 德國漢沙 芬蘭航空 則是宣布取消班機 發航也要減班 假航則是即日起 停飛北京上海 直到二月底 至於美國航空也暫停了 洛杉磯 飛往北京上海的航線 另外大美航空是宣布 航班減半 每週只剩二十一班飛中國 澳門航空不只停飛北京上海 也停飛台灣 時間至少到二月一號 韓亞航空引尼師航 也紛紛祭出新規因應 就是貨機機師也全副武裝不敢馬虎 實際上除了航空業者 自發實施的限制措施 白宮也傳出考慮 將對所有往返中國的 美國航空公司 祭出進一步限制 部分空中交通 免臨停擺 只求能及時控制疫情 再擴散 明月我要請教 當然就是說藝人 或是節目主持人 他們用人到兩個字 來形容所謂的口罩 現在我們發現了 我們是口罩的大量的進口國 然後那個中國是口罩的出口國 而且黎兵醫師 林靜宜委員 然後這個王委員 告訴我們 口罩是防疫的戰略物資 這個重要的物資 那為什麼就不能夠 從另外一個人道角度 要求他們讓WHO 這個納入台灣這個國家呢 I care 為什麼不能給我們資訊呢 為什麼這些傢伙 他們會無視於另外一種 人道上的枉固呢 所以這個事情 就造出了很多人 奇怪的內心世界吧 所以這種就是兩套標準 當然我也不是太贊成網友 就有點無限上綱 有些網友就是太氣了 氣到說那不如你就是現在 戴著你的全家人 然後什麼戴著口罩去 去武漢當志工啊 什麼的 我會覺得這個是有點 有人把名單列出來了 對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流於情緒化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就是說 他們好 就像他講什麼全家暴斃 他全家暴斃 我們也不會開心 我就覺得說他只要真誠的道歉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觀察是說 他不是真心 對 他不是真心的跟蘇 我覺得他該道歉的是蘇院長 你怎麼可以講人家狗關呢 對 還有包括行政院 因為現在在防疫 我覺得說孫燕防疫 蘇貞昌就覺得說 現在是在防疫沒有跟他多計較 不然我們真的是可以侮辱官署 來幫他 來將他起訴 不過既然蘇貞昌都已經原諒他了 那我們在旁邊也不用就是說 只是說真的看不下去 他就是搞不清楚狀況 還有兩套標準 他們現在這個都有代言的品牌 是在中國市場上行銷 很多啊 他跟小S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人說要抵制 他們所代言的品牌 就現在網友很厲害啊 就把PTT上面 把他們這個S幫的 全部代言的產品一項一項列出來 還有這個小S的姐姐呢 什麼姐夫 什麼到日本去搞了一萬個口罩 什麼捐過去啊等等的 他們強調這是人道精神 那你有沒有想過那日本人 不需要口罩嗎 你把日本人的口罩都都把它 搜刮光了 那日本人沒有買不到口罩 你就沒有感受到日本人 你就沒有對著日本人 人道關懷嗎 這是蠻奇怪的一個邏輯啊 對 那回過頭來啦 就是說現在為什麼大家 一直恐慌 就是說覺得口罩夠不夠的問題 其實如果只要按照政府的管制 就是說現在在非常時期 一個人一天買三片 那絕對是夠 那現在就是擔心說大家去搶購 因為現在有錢人太多了嘛 你不只一個小孩嗎 他有一個小孩嗎 我兩個啊 我最多我三個 你三個 一天要用九個口罩啊 小朋友 我其實還是看場合啦 那你有兩個 一定要用幾個口罩 現在是因為幼稚園 幼稚園他們沒有寒假 所以幼稚園的小 我的小男生要 那我的小女生是小學 現在還在放啊 所以目前為止 學校的都還好 政府小心一點 開學以後 如果疫情還在蔓延 那你就更需要口罩了 國內如果沒有發現 社區不明的傳染的情況下 沒那麼嚴重 我們是不是大家就這樣包起來 我覺得可以聽專家的話 這個慢慢的恐慌之心 慢慢消失之後 戴口罩會比較理性 像昨天那個 就葉元支啦 有一個來賓就一直挑戰說 那政府你就說 到底夠還是不夠啊 你就說夠 我要趕快跟大家講啊 那問題是 就是大家一直跟他解釋說 現在不是夠不夠的問題 現在如果說 你是按照規規矩矩 這是絕對夠 不要有人囤積就夠啦 就像我說的嘛 你一個人要是一個人 買50萬 有錢人 郭台銘一次給你掃 掃50萬個 你是舉例啦 郭台銘沒有啦 對不可能啦 我是說永遠都會不夠 永遠都會不夠嘛 那所以再加上說 剛剛大家有討論 包括最近就是那個 疫苗的大廠諾華 他就有講說 這個疫苗 可能要到明年 一年以後 才有辦法研發 那這是這個諾華講的 那我當然是不是真的 要再請教一下 這兩位專家嘛 那只是說這樣的消息 出來之後 大家會擔心說 因為SARS 這個我就是說 有控制住嘛 那問題是說 這一次的武漢肺炎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盡頭 那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真的把它 就是說隔離 或是整個就是讓它消失 大家不知道那個盡頭 在什麼時候 所以會有口號 就會一直想要買口罩 一直想要買口罩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現在不是說 會夠不夠的問題 只要大家遵守這個規則 遵守標準 那不會有不夠吧 如果你要這樣囤積 要這樣搶購 那永遠 你說每天生產幾億個 都永遠都不夠的啦 好所以大家還是用 比較理性的態度來面對 我要問一個 這不曉得是外行 李平易李醫師 這個事件 這件事武漢肺炎 這樣的一個疫情 他要完全解除警報 就一定要有疫苗產生 才叫做徹底的解除警報 警報嗎 這個有待觀察 有的專家認為說 可能什麼一個月之內 疫情會達到高峰 意思就是說 他會下降 然後到了夏天 因為冠狀病毒不耐熱 所以他可能會消失 不過我覺得這個太太樂觀了 那因為說 因為以前我們SARS的消失 是因為天氣熱 SARS當時 他只到六七月就消失了 到了七月以後 他不耐熱 可是問題是 那時候SARS是很容易掌握病人 因為他都是重症 會呼吸困難 他是一發病就 就重症 他會消失 很容易鎖定 對 他消失不是只有 因為天氣熱 是天氣熱 加上我們非常嚴格的檢疫 這兩個因素讓他一起消失的 那武漢肺炎的意思就是他 很嚴格的檢疫 但是 他發病還可以趴趴走 但是有太多漏網之魚啊 就我覺得大陸這種引力疫情 是危害全世界人民 他就到處趴趴走 就沒有像SARS那樣容易控制啊 當你一個疫情如果失控的時候 形成社區感染了以後 你沒有辦法掌握 所有帶有病毒的病人的時候 天氣再怎麼變熱 病毒不會消失 流感是一個例子 流感也是怕熱啊 可是你看我們台灣最近的夏天 都有流感啊 那我們還是有流感病人啊 現在去打流感疫苗有用嗎 當然有用啊 因為我們的流感高峰還沒到 對付武漢肺炎也有嗎 我一直覺得 我們流感還沒有高峰 那個不是針對武漢肺炎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現在要打流感也可以是不是 也可以 甚至我認為說 我們現在連連戴口罩 今年流感大概沒事 你知道嗎 他順便會預防流感了 所以我所以我對於這個 能夠百分之百的把這個疫情 控制在湖北地區 先不太樂觀 我覺得這不太樂觀 因為他們已經有太多漏洞在那邊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台灣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盡量延遲 他進來台灣變成社區感染的時機 社區感染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沒有明確傳染炎 就有個地方突然發生了病例 但是他跟武漢沒有接觸 他也跟武漢旅遊的人 沒有沒有接觸史 他莫名其妙 在公共產所得到的那一種 那個就是社區感染 就叫做社區感染 我們現在是第八個 然後在防止 因為都可以查出接觸史的 對 現在我們的感冒流感 就是就是社區感染 你得到流感 你沒有辦法知道說 你哪一個男朋友傳給你的 大家都有可能會傳病毒 是是是 那個就沒有 我們不可能去圍堵流感 好 這李醫師也告訴我們 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比較這個 戴口罩多的話 那可能對流行性感冒 會比較有防止 可是李醫師好 就一直安慰大家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美國就一直恐嚇我們 他還預測說泰國是第一個 對啊 第一個高風險 我們是第二個高風險 因為他是按照中國人員交流的規模 還有飛機航班的這個數據 所以我們是第二慘 你知道今天我們在記者室 所有記者群情激奔 你知道為什麼是嗎 都在立法院記者室還是在 對 他說那個世衛的秘書長譚德塞 他大力稱讚中國的防疫工作 他被養的啊 對 然後還說什麼 其他國家要向中國學習 然後感謝中國分享病毒資料 及控制疫情 結果全部人聽到這句話都快瘋了 沒有去譴責中國隱匿疫情 還要感謝中國 不知道感謝中國什麼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覺得說 我們到底加入WHO要幹什麼 這跟大家講的 WHO以後我們還要給錢對不對 這個組織很奇怪 這個組織已經是崩壞了 台灣現在跟世界主流的醫療界 其實互動很密切 所以為什麼日本啊 美國這些國家加拿這個 澳洲這些國家認為 我們應該是WHO的會員國啊 最重要是因為我們其實有個 非常優秀的醫療傳統啦 我們的醫療的體系其實 它的因應跟專業都非常的夠 對 不只人靜明玉剛剛講到 世衛組織說他很棒 我要請教指責有一個 有個學者說 我看到一個報道他說 幸好這個發生在中國 因為他可以強制封城 那因為他是一個專制獨裁國家 他如果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威權 可是問題是民主國家的資訊 資訊的透明度會比較高 威權有某種威權好處 我記得幾年前 我去過廣州 廣州他們有個政策叫禁模 就是摩托車啊 在程序裡面通通都要禁掉 一個都一台摩托車都不能看到 結果隔天真的一台都看不到了 就是威權國家有這樣的好處 他要去管制人民很容易 但是他的資訊透明度 就我們剛剛講 他好像一個黑箱子嘛 畢竟是一個威權體制 那當然就是說剛才特別要講 我跟蘇葵之前也講了 要人給人 要錢給錢 那只防疫這工作 那講防疫人員嗎 我覺得要多一件 要口罩給口罩 就是說這個口罩量 我叫呼籲啦 當然現在是有一些人買得到 的確像小玉姐 像我不曉得是不是多數 但是不是因為物流的關係 所以買不到 那這個狀況我覺得 就剛剛我們講的資訊透明度 我覺得假設有一些人真的買不到 那是不是政府相關的單位 是疾管署呢 還是行政院呢 應該出來告訴大家 譬如說這裡買不到 那哪裡買得到 何時買得到 對 他這樣 那只是講的也有道理 要這樣請教定義 就是說如果這一家小七 他這個在半夜補貨以後 到第二天早上十點 就已經沒貨了 那他是不是這家小七 就要透過什麼APP系統 來這個要求來補貨呢 對不對 我看到很多朋友有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 像名譽在這個地區買不到 那是不是有像那個APP上 可以告訴你說 其他的小七啊 或是全家 或是哪裡 還有這個貨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 這個方式來理解 這個台灣要發展這個APP 不難喔 我們連腳踏車停下來都知道 對 現在要注意喔 這是醫療器材 外科是口罩 所以不是每個小七都能賣 他要貼一張 是嗎 口罩不是所有的便利店都可以賣 你便利店買的 活性炭的不是醫療的 可能比較貴 反而沒有效 現在講知識了 或是那個要藥妝啊 藥行啊 才可以賣 然後Seven或者其他這種超市 要貼有一張紙 屈城市康市美 它有一張 就是可以賣 賣這種保健用品的地方才賣 這第一個 所以那個衛福部啊 或是相關單位 可不可以 立刻有一個資訊告訴大家 就哪裡有貨啊 我是覺得這樣 這樣很困難嗎 我們現在如果 根據專家建議 防疫上哪些場域 需要全部戴口罩 假設啦 假設幼兒園需要 我倒覺得政府可以 我覺得幼兒園 可以透過幼兒園 透過幼兒園去 配給這些小朋友 家長付費就好 配貨給幼兒園 就配貨給幼兒園 家長就不用擔心 因為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我們台灣什麼東西 都有登記 我們幼兒園登記嘛 小朋友登記 毛委員這樣講這個 我黨百個都可以啊 我覺得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政府要照顧人民 那個照是口罩的照啊 那第二個就整體的量 我覺得是不是行政院 也可以每天公布 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台灣 現在整體口罩的量 大概是多少 大概每天消耗 我們正常的生產量 是一天一百八十八萬 現在 吹出來到四百萬 所以行政院 每天要買四百萬 來做供應 那有可能有人多買的 譬如有人在囤 有人是什麼寄出去 還是怎麼樣 我說每天的那個存量 是多少 我覺得可以 資訊透明 會讓人民安心 那四百萬是國家權 叫做徵用 也就是你工廠生出來 戰略物資 我不讓你賣給一般人 不可以賣給國家 我政府直接徵用 由政府分配 控制穩定價格 徵用就是量跟價格要控制 不會再發生說 這四百萬有五十萬被他買走 沒有就是政府統一徵用 統一配送下去 然後出鏡只能帶五盒 然後郵寄不能夠寄了嗎 現在郵寄 也是有限制數量 所以真的要講一下 我再講一下 真的有小細節的話 比如說你現在到那個小七齁 去買的話 是怎麼買法咧 他是搞弄一個塑膠袋 然後裡面裝三個 小七那個是把戰略物資拿出來的 那是把之前 那我要講 那現在開始不貨就不是這樣處理 因為我媽媽跟我反應什麼 他說哎 他這個因為他不是一個一個 都用塑膠袋裝嗎 他是三個就是分裝的概念 那這個分裝的過程 他們這個中間 中間他過程怎麼分裝法 民眾不知道 是不是也有可能手不乾淨被誣賴 就是說這個都有很多資訊 民眾想要清楚的 為什麼這是三個 這是因為過去的嗎 那是因為過年期間 過年期間 可能每一盒裡面是很多個分裝的 對 那分裝的過程 有規定要帶手套 衛生乾不乾淨 這個要告訴我 然後最後我要講WHA的事情 當然國民黨事實上 如果去查一下去年 我們當然蔡英文上來之後 除了第一年還是有參加WHA大會 用這個觀察員的身份 後來這三年都沒有 去年國民黨的黨團 立越南的黨團也是發誓 也向北京政府呼籲 那不是勞工主導的 當然啊 也是勞工主導 我們也是呼籲啊 希望他們釋出善意 先發一個聲明 譴責一下他們 我說這個事情沒有分藍綠 因為防疫沒有國界 所以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是有共識的 可是我們不要呼籲 就是說這個世界 不是一個大同的理想世界 這個世界它是有權力結構的 是有現實面的 我說兩岸關係搞好 那當然對於台灣在加入WHA 當然WHO會員 那另外一回事 為什麼 因為WHO會員的當然條件 你是必須要是什麼 UN的會員 聯合國會員 那這個又是一個難事了 那我是說 至少在目前WHO的防疫 這種緊急會議 台灣當然要參加啊 台灣不參加 他就是一個缺口嘛 他會沒辦法參加 就老共害的啊 沒錯 所以這個事情我坦白講 我要呼籲 老共或北京當局 你要放這個腦袋要放清楚啦 要搞清楚 這件事情其實跟政治 你越脫離越乾淨越好 就是這樣人家才會這個相信你 另外我要講 我們可以討厭中共的政權 但我不一定要討厭中共的人民啊 你後人討厭中共的人民啊 當然講那個口罩事情 他們人民是很無辜的好嗎 我反過來問 假設剛好我們是說 如果是在我們口罩充足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捐 那個如果不存在嘛 就我要問如果啊 我是說假設嘛 那個假設也不存在啊 怎麼會不存在 我們口罩不夠啊 他們的國家為什麼沒有辦法 除了他們自己內部的口罩 口罩不夠一定以台灣人民為優先 這個是政治的ABC 對不對 這個根本就問的不用 那我是要問反過來問 如果我們口罩夠的話 我們願不願意捐給中國大陸 這是我們我們當然要質問的嘛 我們如果口罩夠 我們要捐給需要的國家啊 但不只中國啊 不只中國大陸 其他國家都應該一起捐 這也就在中國大陸嗎 我今天要講到 今天不管是日本 菲律賓 韓國 我舉個例子 WHO秘書長還說 那個是鬼扯的 指責是要把話講得漂亮 我說我們台灣如果夠 中國需要捐給他 OK 可是我們現在面對一個現實 全世界都在喊不夠 我們今天在現場 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都覺得買口罩有點難 沒有困難 笑死人啊 我們來看口罩 到底怎麼回事 在香港銅鑼灣的商店前 民眾大排長龍 隊伍看不見盡頭 他們不是在排什麼好康 而是等著買口罩 在全灣則有藥妝店佛心的決定 連續三日免費提供限量口罩 因為很多客人都說買不到 我們其實的貨源真的不多 我們最後都和同事決定了 希望多些人有用 所以就派不買 不過香港其實有些商店 還是買得到一盒盒的口罩 但這也突顯出大眾 對於疫情緊張的心情 武漢肺炎來勢洶洶 除了中國確診人數 每天都已經人速度增加 海外病例也不斷攀升 亞洲各地出現搶購口罩的風潮 在越南胡志明市 小小一家店擠滿了買口罩的顧客 在南韓首爾有藥局外面堆滿了一箱 有一箱的口罩 日本東京則有藥妝店架上的口罩 在柬埔寨的邊境檢查上 遠景一一發放口罩 在泰國曼谷民眾進到購物中心 也要領取口罩 手部銷口罩 而現在中國國內一招難敲 不少人也趕緊趁著在海外旅行時帶貨 我幫我朋友買衣服 我家人需要衣服 因為在中國衣服很貴 衣服的衣服 一小盒衣服 超過100RNB 所以這裡買衣服更便宜 因為國內不太好買 買不到了基本上 就它一上幾斤就會被搶光了 29號北京和天津都有藥局 而以囤積口罩 烘抬價格遭市場監督管理局 各開罰300萬人民幣 進行台幣1300萬 但中國宣稱一天可以生產 多達2000萬個口罩 為什麼還是供應吃進呢 不巧碰上春節放假是一大原因 而且現有的大部分口罩 也會優先支援醫護人員 及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民眾 好這個剛才提到的那個口罩的資訊 要不要這個APP指示一下 供應一下 這些都是希望我們防疫政府單位 能夠做到的嘛 那永明還有什麼建議呢 因為之前 家流多了口罩送給永明 他兒子需要 名譽兩個小孩 需要 因為剛才林醫師講說不需要 可是你知道對那些安親班 或是學校也 他當然是最高標準 林醫師你知道安親班負責人 跟學校的校長 他們一定怕出事 對他一定會講說你有口罩戴口罩 所以你變成每個早上 你就開始要去找口罩 因為你小朋友才會 他才會瘦 對他講的是關鍵 對那因為 這個已經跟 這已經變成說這些單位 他的一個要求 那同樣的 比如說我們做一些 這個大眾運輸系統 比如說寇姐你講 在飛機上面 你們現在立法院 如果是院會議事開會的話 對現在 一號報到要不要戴口罩 立法院現在規定是 司機駕駛要戴口罩 我今天碰到第一個規定 他有一些防疫的規定 我剛才覺得有名講那個 就是說還是回到防疫專家 建議一下 我現在這種比方的 如果防疫專家 認為說幼兒園小朋友 體度年紀比較小 需要戴口罩 那我們整個行政軍 就應該把全國的幼兒園 都登記在案 對你趕快去建議一下 幼兒園裡面 直接配口罩 這有名的那個 有一個患者 有一個患者說 我沒有口罩 進不了醫院耶 那我們就應該在醫院那邊 讓他們有口罩的人 可以取得進去 就要求戴口罩的地方 能夠買到口罩 可以降低焦慮 要求戴口罩的地方 要買得到口罩 這個最重要 那其他改革煩惱的 我坐計程車也要戴 我騎家車也要戴 我養牛也要戴 那個自己假操煩的 多聽專家的話 那有名還有什麼 對 因為你其實關於 什麼廠的戴口罩 之前就有針織交鋒了嘛 對不對 發紅包的時候要不要戴 有人戴有人不戴 對 那個蔡總統才好 對 當時就是說 這些標準怎麼界定出來 其實剛才定語講 是真的讓大家可以不要 因為否則每個家庭 都動員起來 去學校 你每天早上 要準備三個口罩 對不對 那你上班的地方 很多地方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來民視 所有人都戴口罩 所以我跟你說 這些要求 有些是專業的 有些是真的 這個目前 已經變成一個社會規範 好像戴口罩 是負責任的 對 對 對 有一些是自己戴了 讓別人安心嘛 對不對 那這個 就像定語講的嘛 就是說 行政院要做一些規劃 因為否則你純粹是把量釋出來 他這個量不會自動 跑到需要的地方 因為大家需要做個努力 才會把它漂 那這裡面有價格的問題 現在就知道哪些地方 我看行政院講 他真用這四百萬 每一天四百萬付的口罩 第一個 需要的地方優先配送 醫療院所 他有比重 然後第二個 經過超商 因為台灣比全世界 最優良的地方 就是我們到處都有超商 透過超商 讓大家買得到 那把焦慮感慢慢降低 其實核心的問題在於 就這八個 不要再擴大 再增加就麻煩了 就八個 不要有國內的 他也沒去過武漢 他也沒有跟武漢回來人接觸 然後他就得病了 這叫做社區感染 那個時候就不是焦慮了 那時候真的大家都覺得 敵人在哪裡不清楚的時候 口罩需求量就會暴增 所以李醫師 現在還沒有完全解除警報啊 對不對 我們是沒有社區感染病例 但是 對對我們現在沒有社區感染病例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是警覺 而不是緊張 警覺就是要戴口罩的人 就是第一線的人 醫護人員接觸旅客的人 一般民眾要戴口罩是可以 那但是不要去搶口罩 另外防疫士同作帳 必須犧牲人民的部分權益 所以口罩不可以出口 聽到美王指責 回去跟你們國民黨人講一下 我們支持要出口的政策啊 對 防疫如同作戰 除非充足 除非有多的 新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 就不可以趴趴罩啊 趴趴罩的人犯罰 現在我們現在這個漏洞 是最危險的 好 憲穎 那個有在罰 所以現在有監控 就是說必須要自我隔離的 那就我知道其實很多醫院 他自己也會準備 如果病人來是沒有口罩的 他會用比較少的錢 就是賣給他 讓他帶了再進去 帶了再進去 那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可以類似像 我們之前對於流感疫苗的 優先順序 哪一批我們認為你最有感染可能 我們優先供應你 然後第二批 第三批 那就像剛剛定宇講的 最後面你只是為了安心 或者是讓別人安心的 那就最後面 把那個順序給調視